低调了几个月的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过去近一周的时间里突然变得高调起来 连续几天 苏赛克斯夫妇或单独或合体公开露面了几次 有消息人士透露 梅根已经做好了重回好莱坞社交圈的准备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悉虽然已经搬到加州四年了 但哈里和梅根还没成功打入当地的社交圈上周五 前美国女演员携老公哈里和母亲多利亚去观看了毕昂斯巡回演唱会的第一场 在包厢里 梅根和妈妈玩得很开心 尽情扭动腰枝随着毕昂斯的音乐欢乐摇摆 据悉 那天出门是为了给多利亚庆祝生日 当晚 哈里一开始看上去有些心事重重 直到演唱会的后半段或许是受到现场气氛和妻子快乐的感染 才开始融入演唱会的欢乐氛围里 8月30日 哈里与Netflix合作 并亲自担任执行制片人的纪录片 不可征服的心 在耗时三年后终于开播了 然而 因为叙事的冗长和乏味 再加之哈里在片中仍然未能摆脱受害者的角色play 播出的效果并不好 根据数据统计 纪录片播出一周后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 这部纪录片都没能进入Netflix Top10榜单 很多业内人士已经给他打上了失败的标签 对哈里和梅根来说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相当坏的消息 离开了王室平台 苏塞克斯如果想挣出一片天地 必须要通过他们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然而 无论是与Spotify合作的播客节目 还是纪录片 不可征服的心 目前来看都失败了 梅根与Spotify的合作已经于今年6月份终止 然而 苏塞克斯夫妇与Netflix的合作还在继续 据悉 上个月他们以高达300万美元的价格 购得了卡利弗尔林的小说 《在湖边相遇》的电影版权 Netflix对这个项目的期待值也很高 然而近日有媒体指出 哈利最新纪录片的失败或许会再一次影响Netflix老板们对哈利和梅根的判断 9月4日晚 梅根单独参加了碧昂斯复兴世界巡演的第三场演唱会 当晚也是毕昂斯42岁的生日 所以 这个演唱会也是一个众星云集的大派对 杰夫贝佐斯与未婚妻劳伦桑切斯 卡戴山家太后克里斯詹娜和四个女儿 蜘蛛侠夫妇赞达亚和汤姆贺兰德 比伯夫妇 甜茶等等一众大牌和当地的名流都亲临现场 金小妹与甜茶舞了半年多的恋情也顺便在演唱会上公开了 不过梅根和这些人貌似还搭不太上 从现场发布的照片和视频看 梅根是在离那个圈子很远的地方 另外 据邮报报道 梅根这次出席派对 工作的目的大于娱乐 该媒体这样报道 为了给老公善后 梅根在演唱会上被拍到 与Netflix首席执行官泰德·萨兰多斯 和他的妻子妮可·阿万特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至于双方聊了什么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十之八九与工作有关就是了 演唱会上 梅根完全退去了 曾经作为王室成员的那种正式感 当晚 这位前女演员 网红穿了一件黑色的挂搏上衣搭配 荧光闪闪的半身裙 头发吹得蓬松 风格很好莱坞 演唱会间隙 梅根与好莱坞一线女演员 凯莉·华盛顿 和曾经真命天女组合的成员 凯莉·罗兰亲密合影 乍一看到这两张合影 观众和媒体会以为 梅根在当地混得还不错吗 邮报这样报道 梅根正打算重回好莱坞 与华盛顿和罗兰的交好 无疑会帮助她更好地 融入当地的社交圈 但她仍然与贝佐斯 卡戴山等名流擦肩而过了 不过 邮报貌似高估了那两张合影的力量 演唱会后 凯莉·华盛顿在社交账户上 晒了十几张在演唱会上 与有人的合影 然而唯独没有晒那张包含了梅根的合影 这位两次爱美奖提名女演员 晒出了自己与罗兰的合影 也晒出了自己与梅根好友 莉莉·贝特的教父 亿万富翁泰勒佩里的合影 十几张照片里 唯独没有与梅根的那张合影 而更有意思的是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在华盛顿与罗兰拍摄第一张合影时 梅根正徐徐朝两人靠近 貌似打算与两人合影 然后才有了后来的三人合影 至于华盛顿为啥要把梅根踢除 好吧 名利场上的那些弯弯绕绕 咱也不太懂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 和妻子凯特·米德尔顿 在他们的官方社交媒体账户上 分享了一条为纪念国际慈善日 而发布的自我宣传帖子 引发了批评 2023年9月5日 这对夫妇在联合国设立的 《慈善意识日》当天分享了这条帖子 其中包括威廉和凯特 参加各种慈善活动的拼贴照片 这张照片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 突出多个慈善机构的工作 而是集中在王室夫妇自己的慈善活动上 他们的地球之剑桨 早期儿童和野生动物联盟项目 虽然这条微博可能是出于好意 但许多人认为它过于关注威廉和凯特 而不是庆祝更广泛的慈善活动 这条微博没有达到目的 批评人士认为 这条微博给人的感觉 是在自吹自擂地宣传 这对夫妇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弘扬更广泛的奉献精神 这一可疑的社交媒体举动 是在不断有人指责 威廉和凯特越来越沉迷于 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公关 而不是无私地为慈善事业服务之后做出的 就在上个月 这对夫妇因宣布拍摄一组 以他们和三个孩子为中心的高质量照片和迷你纪录片 而遭到强烈反对 专注于自身而非突出重要问题的品牌内容 让许多人感到被误导 这篇备受争议的国际慈善日帖子的发布时间也火上浇油 就在不久前 威廉和凯特宣布 他们将把家搬进一处每周6.5万英镑的奢华庄园 豪华的新温沙家设有游泳池 网球场和英姆的私人花园 批评人士还认为 这对夫妇搬到堡垒般的奢侈品 与他们通过脚踏实地的慈善工作 与公众建立联系的努力很难协调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 他们希望通过同情和服务来实现君主制的现代化 但最近一系列不听使然的举动 可能会损害他们表现出真诚和脚踏实地的希望 虽然威廉和凯特通过他们的皇家基金会 未有价值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但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媒体和放纵的生活方式 让一些人认为他们失去了远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国际慈善日的核心目的是 提高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利他主义的认识 而不是提升某些王室成员的公众形象 联合国设立这一天是为了表彰和传播世界各地的团体 和个人所做的慈善努力和善举 王室观察人士认为 威廉和凯特本可以分享一些关于全球慈善机构 或日常善举的帖子 而不是强调他们自己的努力 在这个庆祝人类共同的慷慨和同情精神的日子里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项目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一些网民指出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在国际慈善日的社交媒体帖子更合适 在分享他们自己的慈善工作的同时 苏塞克斯夫妇的信息重点是鼓励公众表现出善意 鼓舞和鼓励是人类精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帖子写道 认识到我们周围的同情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夫妇的意图可能是好的 但他们的执行在语气和注意力上都没有达到目标 随着他们的发展 重新评估如何使用他们的平台来适当地突出更大的服务行为是明智的 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的公众形象 威廉和凯特必须认识到 当谈到他们的角色时 人们的看法就是现实 在他们提升自己的慈善事业和地位的同时 保持谦虚和更广泛的意识将是关键 总的来说 这条被误导的国际慈善日帖子提醒人们 王室的公关行动是有分量的 是受到密切关注的 对于一对踏上迈向王位的第一步的夫妇来说 脚踏实地 外向 明智地传达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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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